热点时评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国事光息 再论中共外交战狼撒野的内在逻辑 作者 吴国光 播讲 夏秋年 本文选自美国之音中文网 作者吴国光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也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 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证文 5月8日 加拿大宣布驱逐中国外交官赵薇 他被控试图恐吓一名批评北京的加拿大议员及其家人 几个星期前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 发表对前苏联国家主权地位的质疑 在欧洲引发愤怒 卢近日被召回国述职 有人猜测他会受到当局冷藏 更有颇多评论指炉的言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如果把这两点看法放到一起 那就隐含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当局在外交中还是十分重视国家利益的 早先那种推断撒野言论应属个人阅位发挥而并不代表中国官方立场者 似乎也多持这一前提 中国外交政策必定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 而卢的言论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也就很大可能是他自作主张 胡说一切了 我在上篇文章中表示不敢苟同这类分析 当时谈了两个原因 本文要谈另外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外交战狼为中共政权利益而斗争 中国当局的外交政策必定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我这样看 首先是根据中国当局自己的相关论述 那套论述指出 中国外交的最高利益 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是中国当今政权的政权利益 早在胡锦涛当政期间 时任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国务委员戴炳国 在国际交往中 特别是在与美国打交道的时候 已经再三强调了这一点 2009年7月 戴炳国在华盛顿出席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期间 警告美国人不要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并明确说 中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 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2010年 戴炳国以官方身份发表专文 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一是中国的国体 政体和政治稳定 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 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 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习近平上台以来也多次强调国家核心利益 习近平没有像戴炳国那样列出排序 一二三的所谓核心利益 而是强调要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此话引自2018年6月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我看来 习近平虽然没有说明这个国家核心利益是什么 但其实他对此的界定更为聚焦了 那就是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并不等于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那么在这些利益之上 还有什么利益能够那么核心呢 参考戴炳国此前的说法 显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这一套 及中国宪政权的政权利益 代炳国把这个东西列为三项国家核心利益的第一位 看来习近平觉得还不够 就把另外两项和国家核心利益区分了开来 单单把这个东西界定为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外交战狼出现的深层逻辑 在我看来就在这里 中国宪政权就政权性质来讲是国际孤儿乃至人类公敌 外交官要维护它就不能不敢于斗争 不能不一副狼太一群狼嚎 我上次说外交战狼是制度现象 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战狼们是在维护中国宪政权的政权利益 那当然会得到宪政权的大大奖赏 卢沙也一路升官 外界所诟病的战狼们在中国外交界至得亦满 其源盖出于此 如果按照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的逻辑来分析 那就未免交注骨塞了 专制政权在国际社会的两面手法 这并不是说专制国家的外交就完全不考虑国家利益 如果明显的国家利益高度受损 掌控国家的专制政权也会面临挑战 问题在于 第一 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政权利益之间可能的冲突 习近平那句话说得很明白 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这就是说 如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而触及中共政权利益的底线 那就只能牺牲前者 维护后者 第二 在一个专制国家 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 那大体是由专制政权来认定的 而不是由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认定的 这里 专制政权会搞很多手法 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上迷惑 欺骗 操弄民众的认知 把政权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 界定为国家核心利益 就是其中一种手法 在国际社会 专制政权同样也在这方面有多种操弄 只是国际社会不在专制政权的权力掌控之中 操弄的难度就大了许多 中国在俄罗斯亲屋战争这件国际大事上的立场 究其根本 也正在于维护中共政权利益 而首先不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如果俄罗斯战事败北 普京政权面临垮台危机 这对中共政权无疑将形成一个巨大冲击 所以 中国宁愿冒天下之大部委 也要支持普京 然而 一则中共害怕国际制裁 二则普京战事不利 这种情况下 中共也绝不想为普京陪葬 于是又有了和平倡议等一套把戏 国际孤儿或人类公敌要想从国际社会得到好处 要维持红旗不倒 甚至还梦想主宰世界 那是一定要搞两面手法的 卢沙也公然否定那些曾经属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在独立之后的主权国家地位 引发国际社会众怒 这就不利于中共继续玩两面手法了 于是乎 在拖延了年月之后 习近平终于在4月26日致电乌克兰总统 这为的是什么呢? 习近平把自己看得帝王般尊贵 卢沙也再得宠 也轮不到皇上给他擦屁股低 习近平为的是党国利益 只有这么着补一番 这事上的两面手法才能继续玩下去 所以即使卢沙也被惩罚 被降职 其实也不过是两面手法的加强使用 并不代表中国外交会有什么重大转向 政权利益第一 为此撒野狼与笑面虎并用 这两点我认为不仅适用于观察卢沙也事件 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共外交的深层次内在逻辑 全文文 彊被降联系统员